Angular.js Tutorial2 Angular Templates 我们先看一下在Tutorial2里面 它会秀出什么样的结果 这边有个Live Demo 我们先点进去 它要秀一个三个List 有三只手机的资料 在一开始它是说 它是希望用MVC的架构 来设计整个程式 所以MVC就是一个model model就是资料 view就是方便能够秀出来的东西 controller就是一个flow 就是怎么样切换页面等等 首先它就秀一个程式 就是整个程式就这样子 这是最基本的 这个叫做form catalog的app 是整个的app名字 那这个body里面呢 秀一个controller controller叫做formless control 里面 有个Live 这个东西有repeat 看了多少次 在forms里面的所有资料 它去repeat repeat了后里面呢 秀出这个form 每一只form的名字 后面 把每一个form的详细资料 snippet也秀出来 好 看一下它整个是这个样子的 有个app 有controller controller 那控制scope 然后有个array 是forms的一个array 这个array呢 里面有三笔质量 所以它有一个repeater 在这边控制三笔 那每一个只带 只向一笔质量 那这三 这个就是view 那这个是data 这个model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model里面 它把这个 这个是model跟controller 是在一起的 在这个model里面 它就把资料 秀在scope.forms里面 用json 秀出来三笔资料 三笔手机 把每个东西 每一只手机呢 有name有snippet 这个详细的资料 还有名字 之后呢 它可以做测试 大家可以用 在里面直接做测试 看看做unitest 看里面做了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 说这里it 它应该做什么事情 it should create forms model with three forms 它需要能够产生 三只手机 那这个话呢 你希望做什么事情 我expect这个手机的长 这个forms的这个变数的长度 是有三 那这样执行以后呢 就会跟你讲说 你测的结果到底怎么样 可以看到 希望执行 这unitest是成功的 好 以上就是很简单的 最简单的 angular.js的tutorial tool 的angular template的介绍 就是这样执行的 好